在旺角尖叉了铜锣湾行走光辉的你 一定会看到这三类造型的人 第一类就是文青Look 文青就是要给人一种简单舒适的感觉 所以一定不能花口 最后方面就要以简单自然为主 NERS最新推出的Aqua Glow Cushion Foundation 可以做到自然透亮水感不厚重的效果 每次用纸需要全面印开它就OK 最喜欢就是它的遮瑕度 你看我的迷你小雀巴 轻轻一层都遮到八成了 还有它的持久度也很好 上次也说过去健身也能保持七八成 其实黑眼圈都遮到没什么 不过眼底的位置我会加多一个浅色的遮瑕膏 轻轻遮黑眼圈的同时可以打光眼底 全面定妆之后我们就画眉 眉方面其实也是跟自己的面型就OK 这次我不会擦太多的眼影 兼且先画眼线 先再用一些啡色的眼影把它blend开 那就做到一条最自然的眼线了 担心眼线太自然没力 我们就再塗两层眼睫毛 塗到太阳花的效果 帮我们对眼睛放大再放大 NERS的高潮胭脂自然又百搭 基本上什么妆容都没死了 最后一环就是塗唇膏 千万不要选又鲜又红 不然就会完全破坏你文青的气色 用的是NERS最新推出的Paramat Lip Pigment 这个色号是Walk This Way 轻轻塗上去就已经很上色了 我会另外用手指把它推开 让它的效果更贴薄自然 不能花巧的文青造型 但又怕太单调 可以在素色衫上再搭多件素色衫 可以凌造层次感之余 又不失文青那种简简单单 舒舒服服、清新的感觉 当然不少得可以立刻帮你 提升文艺气色的圆眼镜 想拍张亮相放上网 按下Like 復古的旧相机一定是你最好的POSE 韩妹造型真的一街都是 就算你不多外出 其实平时应该上班、上学 甚至乘搭上升 都会遇到个 韩国的女生大部分都是天生泪质 白到什么感 而且是会透光的 我们这些香港的女生 唯有打点光影去帮一帮吧 一说到韩妆 第一样想起的一定是一字明 还有没有人会画的 其实真的很简单 这里填平一点 这里画高一点 搞定 除了眉外 唇妆也是一个标志 我今天就选了这个鲜粉红色 刚刚塗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点亮亮的 但过一阵它干了 就会完全雅致 为了营造嘟嘴的效果 下唇我比平时画得更圆 我还会加一点点啡色去做阴影 放在这个位置 觉不觉到我的嘴立即嘟嘟了 空气感流海就流了很久 但近期有变弯的迹象 我会先用那个圆梳去捲一下阴影 然后再用直发夹把它捲软一点 捲一下之后 大概看到形 然后再慢慢用直发夹 再收拾一下 搞定 但是颜头太高了 弄到没人韩国女生那么好看 夸张的大耳环 耶 我最喜欢的 这个是我最近在A来买的 好漂亮啊 就算真的不出街的宅男宅女 相信只要你肯抹大眼 看一下电视 都一定会看到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路肩一字博 虽然我不是Hip Hop Man 又不懂Rap 但我假不觉都很喜欢扮一下Hip Hop造型 Yeah 完全不压韵又不适合Bit 我还是跟大家讲讲化妆 Hip Hop源自美国 所以我都会化个鬼鬼的欧美妆 眼妆方面当然是smoky eyes 不过我天生一副华人样 所以如果真的化到像鬼妹那种 那么心碎 那么夸张的烟熏眼 恐防会吓到大家 所以其实你看到我这个烟熏眼 其实都不是很夸张 眼线就可以帮帮手 比平时拉长一点 眼妆不够浮夸 我们就把重点放在嘴上 我就选了Don't Stop这个大红色 用大红嘴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一定要选一个持久不脱色 那就不拍到我的牙上 食物方面其实没有一种特别Hip Hop 不过选择一些型格小色的款式 就更加适合了 一说到Hip Hop造型 大家第一时间一定会想到 Oversize 但是我们是时代女性 穿着服袍大袖 没浪费我们这副那么性感的Body 所以我们Oversize之余 不妨露出一点点性感出来 又是一样不可以少的东西 就是一顶Cat帽 又或者可以用一条头巾去包住头 好了 今次一次过分享了三个造型 留言告诉我 你平时看得最多是哪个造型 又或者告诉我你喜欢哪个造型 我们下次再见 Bye